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单元6生活中的化学 单元6其实都是属于比较记忆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想要帮大家做一些重点的提醒 还有到底考试的考点在哪里 在主题一生物体中的分子里面 我们来看糖类 各位有发现 其实我们基本上没有给你这些糖类的结构 所以现在考试主要都不太会去考结构 而是来考说它组成的元素有哪些 所以像糖类你就要记得它组成的元素 就是碳氢氧三元素 我们知道双糖其实是两分子的单糖脱水而产生 在这里考试会考说它是什么单糖脱水而产生 比如说乳糖是半乳糖加葡萄糖脱水而产生 这糖是果糖加葡萄糖 麦芽糖是葡萄糖加葡萄糖 所以你要把它背起来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N 如果是多糖的话因为是聚合物 所以我们会在它的右下角写个N 写N的意思就代表它的数量其实是不固定的 数量很多的话就是聚合物 如果N是等于3到10的话 它就叫做寡糖 又叫做低聚糖 它其实甜度是比较低的 不太会被人体所吸收 所以热量比较低 像现在有些饮料它就会添加寡糖 来告诉你它的热量是比较低的 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是 要怎么样去检验淀粉 淀粉其实都是用点液来做检验 当淀粉遇到点液的话 它会呈现深蓝色 它就是检验淀粉的方法 那这里常常会有同学搞错 就说老师 点液到底是点离子还是点分子 那点液其实就是点分子为主 不是点离子 所以你不能写IF 所以我们是用点分子去检验淀粉 发现如果有蓝色出现的话 就代表它有淀粉的存在 好来 那下一个要注意的是呢 淀粉其实在酸或者是催化剂的催化下呢 它其实会进行水解 那水解的过程啊 这个双糖有蛮多考试期都会给你更换成蔗糖 错哦 它其实是麦芽糖 那水解就会变成葡萄糖 因为麦芽糖本来就是两分子的葡萄糖脱水而产生的 所以要注意这里是麦芽糖不是蔗糖 好 那下面有个秒懂便利贴呢 来描述什么东西叫做聚合物 因为聚合物其实应该目前你们还没有学到 好 那聚合物指的是什么呢 聚合物指的是呢 有很多小分子重复连结而形成的巨大分子 你可以看下面的图哦 这个就是小分子 这个小分子就叫单体 然后呢 我们利用缩合聚合的方式呢 把它重复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分子 我们就叫聚合物 OK 好 那所以这里的单体指的就是组成聚合物的这个小分子 我们就叫单体 那其实聚合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加成聚合 一种就是这里讲的缩合聚合 那只不过在这里提到的聚合物呢 都是属于缩合聚合 好 那缩合聚合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单体的身上 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官能机 因为它就是利用官能机来做缩合的动作 那在缩合的过程当中呢 同时也会产生一些简单的小分子啊 例如水啊 或者是一些氢氯酸等等 OK 好 那这里的聚合的概念其实不会考得太难 大概你要知道呢 这个章节里面有哪些是聚合物 那它的单体有哪些 比如说像刚才讲到了多糖 它就是聚合物 它的单体是葡萄糖 那蛋白质的单体就是α氨基酸 那核酸的单体呢 就是核干酸 你就变成要把聚合物的单体 跟它连接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呢 蛋白质的部分 那蛋白质你要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讲说 其实蛋白质就是一个聚合物嘛 它的单体是什么呢 它的单体就是α氨基酸 进行的聚合反应呢 就是缩合聚合反应 那刚才讲说 缩合反应就是要利用官能基来进行缩合 所以代表α氨基酸呢 身上应该等一下会看到官能基 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官能基 那一样结构考的比较少 这里就会考组成元素有哪些 你要把它记下来 它的组成元素呢 就是要看等下α氨基酸的结构 那α氨基酸的结构里面呢 它的组成元素就有碳氢氧氧氮 然后还有少量的硫 所以大概要知道 它里面有哪些组成元素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α氨基酸 α氨基酸里面呢 它里面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官能基 你有看到吗 左边是氨基 左边有氨基 然后呢 右边呢 有缩基 OK 所以等一下就会利用这两个官能基 去做缩合聚合的动作 那为什么它要叫做α氨基酸呢 其实它是这样子的 缩基的这个碳 隔壁的这个碳 就叫做α碳 在缩基隔壁的碳就叫α碳 那α碳上面有这个官能基叫氨基 所以就叫α碳上有氨基的酸 就叫α氨基酸 那α氨基酸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哪里呢 它主要的不同点在于上面的R不同 这个R呢 可以是不同的取代剂 所以如果R是氢的话就叫干氨酸 R是甲基的话就叫丙氨酸 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去做脱水缩合的动作 来先来看呢怎么样形成所谓的生态 那生态其实就是α氨基酸脱水去缩合而形成 那两个去缩合就叫做二生态 简称就是二态 那如果N个缩合就是数量很多的话 我们就叫多态 好那你来看下面的这个二生态的缩合方式 左边呢先拿缩基 然后呢右边呢拿氨基 好然后进行了所谓的缩合反应 那我们说拿关能基在做缩合的时候会脱掉小分子嘛 那这里脱掉的小分子呢其实就是水 好来 那在脱的时候呢要注意缩基到底是脱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都会觉得 哎老师缩基是个酸啊 所以它在进行反应的时候应该是解离出氢离子 好但是其实在酸碱反应 缩基的确是解离出氢离子没有错 可是在这里呢进行呢缩合反应的时候 其实缩基提供的是OH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不是氢哦 是提供OH 那反而是氨基提供氢 然后去做脱水的动作 那脱完水以后呢 你们就会发现 这个碳呢会直接接到这个蛋的身上 好接过来以后呢 这里就有个特殊的见解 这个特殊的见解呢 它就叫做西安剑 又叫做太剑 OK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形成所谓的二生态了 那向右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叫做脱水 好 那反过来向左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叫做水解 顾名思义是呢 如果你今天已经形成二生态 然后呢我要返回去原本的α胺基酸 我们就要做水解的动作 那其实就是把水帮我把它拆解开来 水呢其实是氢跟氢氧组成的 你就把它拆开 再帮我装回去 好来 那怎么去装回去呢 其实就要从西安剑下手 好 你西安剑呢就要把它砍断掉 当初左边的缩基呢是拖OH 现在你要回去你要帮我补OH 右边的氢基呢是拖氢 所以如果你要回去呢 你要在氢基的身上帮我补氢 这样子呢就可以回去原本 它是由什么α胺基酸结合在一起了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水解回去原本的α胺基酸 好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缩合反应的话呢 这些α胺基酸它不一定都要是同种类 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同种类 就是说它的R其实很多都是不同的 OK 可以把它缩合在一起 好 那蛋白质呢跟生态有何不同呢 其实就在于数量不一样 如果是蛋白质呢 它是多个α胺基酸脱水去缩而成 所以大部分的分子量会是比较大 而且具有生物的功能 然后落差就在这里 好 那另外蛋白质呢 还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蛋白质会变性 那变性的原因是因为到了高二你有学到 其实在蛋白质里面呢 有一个健解 那个健解叫做氢健 好 那其实只要是泡到酸里面啊 或者是高温的状态之下 或者是遇到一些重金属离子 比如说氢离子啊 或者是有机溶剂 那你就会发现 蛋白质里面的氢健 其实会受到破坏 而失去原有的活性 这个就叫蛋白质变性 例如说我们把蛋煮熟 原本是格格的蛋 你把它煮熟 它就变硬了 其实就是等于里面的氢健被破坏掉 然后硬化了 这第一个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要注意就是呢 我们用什么来检验蛋白质 像刚刚我们是用点液来检验淀粉 那你就会发现淀粉会呈现蓝色 那这里呢 检验蛋白质呢 我们是用浓硝酸混合加热来检验 它加热的时候会呈现黄色 那你就可以知道里面有蛋白质的存在 这个就叫姜黄蛋白反应 那我想要带各位来看一下这个类体二 这个是还蛮常见的题目 也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基态 所谓基态就是生态 它是一个基态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还原成回原本的阿法氨基酸呢 那一样你要还原的时候你要找到什么键 要找到锡岸键 像刚刚一样我跟你讲的 你要先帮我找到锡岸键 好来 然后呢再切断锡岸键 那左边是缩酸来的 缩基来的 那当初是拖OH 所以现在还原回去你要帮它补OH 那右边呢是氨基来了 当初是脱氢 所以回去你就要帮它补氢 所以这样子呢 补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回去原本的阿法氨基酸了 那左边那个阿法氨基酸呢 其实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再加OH 那右边的阿法氨基酸呢 其实就是长这样子 好 你就可以发现 我切完以后呢 就会是两个阿法氨基酸 所以它其实就是两个阿法氨基酸 进行缩合聚合形成的二生态 OK 那缩合完以后里面的锡岸键 其实是一个键而已哦 好 就一个锡岸键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油脂的部分 那油脂你要注意什么呢 你要注意第一个 哎要形成油脂啊 它是由脂肪酸来做脱水而形成的 那你说老师脂肪酸其实就是有基酸的一种嘛 它跟我们讲的甲酸啊乙酸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它都是缩酸 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呢 如果我们会讲脂肪酸的话就代表 它旁边这个阿的碳链 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碳链了 所以就在于碳链的长度不同 如果碳链很长的话 我们就会叫做脂肪酸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 它有分为饱和脂肪酸 跟不饱和的脂肪酸 那饱和脂肪酸 其实就是常常的碳链里面 全部都是单件就叫饱和 那如果呢 它的长长的碳链里面有双健的话 那么它就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这样子来分类 好 那怎么去形成油脂呢 其实它做的就是一个脂化反应 就是酸加醇变脂加水 只不过今天它拿的醇呢 是丙三醇 那丙三醇它的身上有三支腔肌 所以今天呢 还跟脂肪酸呢 在进行脱水的时候呢 我就用三个脂肪酸去进行脱水 那实际上这三个脂肪酸 可以是不同的 也可以是相同的脂肪酸 那一样在脱水的时候 我要请你注意 这里的酸脱的是H还是OH 一样在进行缩合反应呢 你就会发现 哎 说肌其实脱的都是OH 那反而腔肌这里呢 脱的是氢 所以要注意一下 缩合反应呢 基本上酸呢 都是脱OH 那你这样子呢 就可以呢 把它形成所谓的油脂了 那因为它叫做脂化反应嘛 所以它形成的油脂里面 你有发现 这里叫做什么肌吗 这个就是 这个关键肌就叫脂肌 它就是形成脂 好来 那一样呢 向右的过程 叫做脂化反应 就叫缩合反应 那向左就叫水解 那你要怎么样 向左水解回来呢 跟刚刚的蛋白质 其实就是跟刚才的生态的水解 其实有点像 一样你就是 帮我把水拆掉 然后帮我呢 帮它补回去就好了 那补回去呢 刚刚是要找吸氨键 那现在这里呢 你要帮我找什么 要帮我找这个纸基 好 帮我找纸基 一样 当初呢 断哪里 你现在就要接哪里回去 所以呢 现在把这个键砍断掉 右边的缩机 刚刚是断OH 现在你要回去 你就要帮我补OH 那左边就帮我补氢回去 你就可以回去原本的脂肪酸的 还有丙三醇的 一样这边断掉 补OH 补氢 这边砍断掉 补OH 补氢 好 那这样你就可以回去原本的丙三醇 还有脂肪酸的 好 那这样大概就有概念了吗 那在这里常常会有个考题问什么 他会问说 啊请问你哦 三酸甘油脂啊 它是不是聚合物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的一些聚合物嘛 比如像多糖啦 蛋白质啊 它都是聚合物 那三酸甘油脂算是聚合物吗 其实聚合物我们发现它的化学是都会括号 然后右下角写个N 代表它的数量很多 可是实际上三酸甘油脂就是 三酸甘油脂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子啊 它其实只有由丙三醇跟三个脂肪酸 去合成出来而已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子化合物 它不算是聚合物 好 不算是聚合物 这个是考试还蛮常考的考点 那另外呢 形成的油脂有分为动物性油脂跟植物性油脂 那动物性油脂基本上都是饱和 那饱和的油脂有个特色就是它的高温的稳定性比较好 所以呢可以油炸食用 像外面你在买的那个炸鸡排啊 基本上都是用猪油来炸的 那如果是植物性的油脂 它就是不饱和油脂为主 那它的缺点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差 容易氧化变质 那为什么会稳定性比较差 各位都知道不饱和油脂就是含有双键嘛 那高尔有学过 这双键里面一根键是Sigma键 一根键是什么键 一根键就是拍键 那它之所以会不稳定的原因啊 稳定性差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拍键 这个拍键它的键解是比较弱一点点的 所以当你进行高温油炸的时候 这个拍键很有可能就会被砍断掉 那砍断掉以后呢 它的电池就会跑出来 那变成自由基 它就跟里面的这个食材呢 去互相作用 跟里面的油啊 什么东西都互相反应 那反应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呢 高温加热就会产生一些致癌物 产生不好的物质 所以其实它不适合用来油炸 所以呢两个的区别就在于说 它含有拍键 所以它不适合油炸 但是动物性的油脂 它几乎都是单件的饱和油脂 所以它适合用来油炸 这两个可以区别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核酸的部分 那核酸它的单体是核甘酸 然后一样是进行缩合聚合反应形成核酸 所以它也是一个聚合物 那我们说我们其实不太考结构了 所以你要去知道它到底组成的元素有哪些 那以核甘酸来讲 就是以它的单体核甘酸来讲的话 它的组成元素 左边有磷酸基 所以一定会有磷原子 中间的话是五碳糖 所以是糖类 那所以主要的组成元素应该是碳氢氧 那右边有含氮碱基 所以组成的元素就是氮 所以核甘酸里面的组成元素应该是零 碳氢氧氧氮 那核甘酸里面会有的 最后缩合聚合丸的结构里面也会有 所以组成的元素其实相同的 好 那在这里有一个考点就是它会比较 DNA跟RNA的不同地方在哪里 那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呢 DNA是去养核糖 然后RNA是核糖 所以它们中间是差一个养原子 好 那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含氮碱基不一样 含氮碱基它是ATCG 那右边RNA的含氮碱基是AUCG 所以它把T换成U了 好 那第三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 DNA是双骨螺旋 RNA是大部分都是单骨螺旋 那这边考的部分其实比较少 会考的重点大概就是我说了这些 大家可以看看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主题二的药物跟界面活性剂 那药物的部分其实大考里面考的蛮少的 比如说大概知道一些重点就好了 像胃药啊 它本身是弱碱性的 目的来中和胃酸 那也就是说那吃强碱不是作用会更好吗 但是强碱的话呢还没有进入到胃里面 它就先腐蚀你的食道了 所以强碱的不行 那另外呢也可以跟你讲一下 像碳酸钠可不可以当做致酸剂 就老师它跟碳酸钠应该很像啊 但实际上碳酸钠是无法当致酸剂的 因为它还是太减了 那更何况是氧化钙啦 氢氧化钙啊这种强碱 但都是不行的 好来 那第二个止痛剂的话呢 基本上就有分为阿斯匹林跟普拿藤 那它们两个区别呢 其实作用差不多 那区别就在于阿斯匹林可以有消炎的效果 但是普拿藤没有消炎效果 好 那接下来抗菌剂的话 其实现在抗菌剂比较常使用的是属于抗生素的部分 比较常用 那抗生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好了 它会有所谓的细菌的抗药性 所以在吃抗生素的药物啊 大概我们都会建议 然后吃到6到10天 那比如说假设你吃了3天以后 你就觉得你的状况好很多啦 你就没有继续吃抗生素啦 可是实际上呢 你体内的细菌还没有完全的杀死 所以呢 这些细菌呢 其实会适应里面原本的抗生素的药物 等到后来呢 你的细菌在滋生 在增长了以后 你再吃同样的抗生素进去 它已经适应了 那它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一般呢 吃抗生素要吃6到10天 让它作用能够把所有的细菌都把它杀死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界面活性剂的部分 那我觉得在这里呢 界面活性剂的部分是烤的比较多一点点的 因为它的实验呢 其实也是界面活性剂 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界面活性剂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里介绍的界面活性剂就是肥皂跟合成清洁剂 那不管是肥皂还是合成清洁剂啊 它要当做界面活性剂 它都必须要有长长的清油端 长长的清油端 好 长长的清油端 这里长长的清油端其实是碳链很长的意思 OK 然后另外呢 它会有圆圆的头当做清水端 好 我帮你画起来 像这里有圆圆的头 当做清水端 圆圆的头当做清水端 圆圆的头当做清水端 所以它其实 不管是肥皂还是合成清洁剂 它的主结构的原理都一样 都是长长的碳链 当做清油端去抓油污 那圆圆的头呢 当做清水端去抓水 然后让油污跟水的界面 可以消失混合在一起 这个动作就叫乳化 它其实也是利用这样的原理 来做清洁的效果的 所以基本上结构是长得一样的 好来 那我们来看肥皂跟合成清洁剂 有哪些不太一样的 那肥皂呢 它其实都是生物可以分解的 为什么 因为当初呢 肥皂就是由造化反应来的 它是由天然的油脂加强碱而产生的 那天然的油脂呢 它的长长的碳链都是直链型的 所以基本上生物都可以分解 那么合成清洁剂呢 早期的合成清洁剂 常常的碳链有分支的 那如果有分支的话呢 细菌就无法去分解它 这个就叫硬性清洁剂 可是呢 现在的清洁剂 基本上呢 都是做成直链的 可以被生物分解 那个就叫软性清洁剂 所以现在我们在使用的清洁剂 其实已经没有硬性的 都是软性的了 那还有一个点要注意一下 就是肥皂呢 它的酸碱性是呈现弱碱性的 那合成清洁剂是中性的 所以在洗涤衣服的话呢 合成清洁剂 其实会比肥皂还要来的适用 好来 那这里有个清洁效果 要请你呢 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是呢 肥皂呢 它其实会跟硬水 硬水就是有钙离子 跟铭离子的水溶液就叫硬水 那形成钙灶或者是铭灶的沉淀 就是我们讲的灶垢 它就会让它的清洁的效能降低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清洁剂呢 之所以有清洁效果 其实是跟这个因离子有关系 跟这个钠离子是无关的 那因为在这个因离子里面呢 有长长的清油端 跟远远的头的清水端 它才会有清洁效果 所以假设今天呢 你放了到硬水里面 假设我们以硬子酸钙来做粒子 如果你今天你的肥皂是硬子酸钙 那它真正有清洁效果 就是呢 它在水中解离的这个硬子酸根 它有清油端跟清水端 可以去做乳化作用来做清洁 可是今天它如果遇到钙离子 或铭离子的话 它会形成硬子酸钙的沉淀 固体沉淀 我们当初就是因为 有你在水中才有清油端跟清水端 可以来做清洁啊 可是现在如果遇到钙离子跟铭离子 你就变成淀物 你就被沉淀在下方了 所以水中就没有这个因离子 然后有清洁效果了 因为清水端跟清油端就消失了 因为它被沉淀在下方了 所以它的清洁效能就会大大的降低 OK 所以肥皂在硬水里面是无法使用的 那右边的话呢 和沉清洁剂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因为它跟硬水是不会生成沉淀的 所以它的洗离效果呢 是好很多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苗董便利挑 请你注意看一下 就刚才我们讲说 界面活性剂的清洁效果 主要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那个因离子 有清油肌跟清水肌的那个因离子 那但是呢 如果这个因离子的碳链太短了 它去抓油污的能力就会太差 洗离效果就会变差 所以碳链要长一点会比较好 那有同学就是说 老师到底要多长 一般来讲 如果你的清洁效果要好的话 你的碳链至少要大于等于12个碳 清洁效果才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